我们现在九点半正式开始 依萨贝尔 你先讲吧 OK 好 老师好 各位同学大家好 真的是非常高兴今天我们很荣幸有谭老师 他来帮我们台湾的对于同仁疗法有兴趣的同学 其实应该讲说是想要推广这个疗法的同学 来帮我们上老师的课程 那这个课程来讲的话 比较会是着重在老师的整个疗法的一个理论上 它不同于我们之前的同乐会或者是同周群里面 老师可能会是以治疗为主 那在这一个课程里面来讲的话 它会是以授课为主 OK 那在授课的内容每一次我们都会录影下来 那然后会上传到云端 那同时也会有笔记 那所以同学也可以去再看回放 或者是看我们的重点内容 然后再来就是说 因为这个班级是特别为了台湾的学生开的 那也应该讲说是特别为了这二十几个 对同仁疗法有比较强烈的意愿的同学开的 那我们相对来讲也是对同仁疗法的认识 还不像之前其他的同学那么深 所以说就是谢谢各位其他的在潜水艇的同学们就请你们把这个发问的那个时间跟机会就尽量留给这个 这个总时班的同学 那总时班的同学你可以在有一个chatbox你可以在聊天那里留下你的问题 或者是你也可以用举手的模式 那这个来讲的话我们都会提醒老师说 在chat run里面是不是有人提了问题 或者是说你有举手的时候我们也会提醒一下老师 那目前来讲我们线上已经有六十个人了 真的是非常好 老师那我真的不多说了 你的每一分钟我觉得都很宝贵 那我们就请老师可能就是开始您的授课这样子好吗 好 第一个呢 我们这个也不一定是同仁疗法 其实我写了一部书叫唐氏疗法 唐氏疗法叫Time Time Healing System 这个唐氏疗法包括的东西就多了 人家说你们只是会打同仁 打小仁 然后我们也打了三十年 但是唐氏疗法已经超过了三十年 我记得我第一次讲课呢大概是1985年开始正式的讲课 那个时候英文也不成 只有国语最好 那个时候呢就是 但是来天的中国人一个都没有 我去了台湾就要一次试台湾去高雄小港医院 不是都做中国人啦 他们都说他们不是中国人 我说我为什么要到台湾去讲课 我只是要一个华人华语讲课就可以了 那么在我们讲课之前呢 有时很多人呢说我应该用什么方法去治这个病 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你有头痛 你头痛是我应该打哪里 不是你有头痛就打头 脚痛就打脚的 中医几千年了 西医几百年了 中医的理论一路在改变 一个最明显的中医第一个改变是什么 病症论治 第一个就是病症 病就是病论的病 症就是症状或者什么病的 那么你有了病症才可以论治 讨论治疗的方法 你没有这个病症 谈不上治疗的方法 但是有的时候呢 就往往呢就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的 那个呢就是说不知道原因的 我们叫奇难杂症 那么呢你根本就不知道这个病的源头在哪里 你怎么谈论得上这个治病的 所以呢中医呢就是很重视这个病症 论治 其实西医啊是一样 西医啊要做大量的检查 看看你到底是什么毛病的 那么西医很多时候呢 也要是治不好 也要是不知道原因不明 但是中医呢它一定有一个原因 有一个原因的 但是中医说的这个原因 它并不一定是科学的 比如一个人有头痛 你看一百个中医 起码有五十个不同的得案的 到底是哪一个准呢 就要看谁的资格最老 资格最老的叫老中医 我现在也成了老中医了 但是没有长五子 那么呢这个老中医说的就是圣子 他说的不会错 因为他已经做了几十年的了 但是这个我们不是 憑这个科学去看是什么 或者根据他们中医所定的 什么毛病 因为中医这个也有很多病症法的 它有阴阳病症、十二经脉病症 它的病症法也一路在改变 但是改变现代的社会 这一百年中医的很多病症也不成了 因为它不是科学 它只是一门绝学 用绝学来治病你说怎么可以 就是说还有一个心理疗法 你胡子越长、年纪越老 这个老中医一定是很了不起的 所以这个中医就要看谁的胡子长 那么就说我是做老大 我说的一定是准确的 你们人生一代根本就不懂 还有呢 这个来来去去都是跳不出阴阳舞神的 而且还有一个不可重复的 我们看现在的电影也多了 那些老中医一看卖就什么知道的了 这个做做电影、电视局可以 但是现实的治疗就不可以的了 还有一个看电视最多的把卖 就衬断了有没有婴儿的 这个叫华麦 华麦 华麦应该我也试验过很多的 我以前也叫过卖麦的 我在多伦多加拿大的中医大学 要讲个课讲卖麦 我讲一个小时 他说你的卖麦为什么比我的老师还要厉害 那个时候我年纪还不是这么大 现在就说我年纪大了 当人准确 但是我看了很多那个孕妇的华麦 还是看不出有什么来头的 癌症的人去看 看麦牙看不准的 但是呢 但是我们看了感觉 很多老中医啊 一看来就可以叮你的阴阳的 那么这个呢 当当故事去看就好了 但是这个可重复性就差了 那么中医这个病症也是一路在进化 那么它现在进化到什么程度呢 一般的中医啊 你看那中医诊所 看一个中医 它叫三高 什么叫三高啊 血压高 糖 胆固醇 血压 糖 血糖 那么这个三高不是中医的啊 但是没有人说我肝炎上钢了 没有人就是说我肝炎上钢了去看医生 医生呢就莫名其妙了 那就是老中医 他都不说那你这个肝炎上钢 当老中医都说 你血压高了 我给你降压的 还有最后一个我看到呢 中医呢就是有一个叫植物神针 失调 那么这个植物神针是西方的理论啊 并不是中医的啊 那么呢他们真的有没有办法 那么呢中医它的根据是间落血统 那么呢西医呢是神针血统 那么两个是有差别的 间落血统不可以重复 不可以用仪器车到这个间落在哪里的 只是一种理论 古代的理论神秘主义之后呢 就变了一种普遍的理论了 但是西方的问题啊来了 西方我们是科学啊 我们的神针看得到的 这是西方的研究 它不研究神针的 他们研究的是生化 人体有两个功能 生化功能、生物电功能 生化功能和生物电功能是不可分过的 那么呢西医呢一看 咦?你这个化学成分 你这个胆固醇又多 那个所讲的醇都是生化的 那么你这个血糖太高了 血糖太高 是生化还是生物电出问题了 那个问题就来了 就变成了 那么这一大堆 胆固醇 血糖 还有这个 血压 那么这一大堆 它们就从生化那里 来解决问题 那么 它这个会不会跟神经有关系 会不会跟生物电有关系 西方不来这一套 因为你跟生物店有关系的 那么你这个商业利益就没有了 那么那些人就不会去研究的了 所以这个中医 没有这个科学的解剖学 病理学还是阴阳五神 那些老的东西 那么好 你中医真的有办法处理这个三高的吗 那是一个问题啊 那么你三高去医院看 中医院西医院又有什么办法 西医三高有一定的办法 但是是治标不治本的 那个亚不算 那么你真的彻底治好吗 亚没有 很多人还是高血糖 生活的质量还是受了很大的影响的 所以呢我们的这个辩证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其实西方的医学 很多时候呢 也是莫名其妙的 原因不明 那么这个原因不明 为什么会原因不明呢 引到人头痛 就是一个很简单的网球组 真保护时间 这个西方这么简单的东西 你有办法吗 没办法 我还记得我们去南华 大学讲课的时候 那个时候可能不在 就是那个王教授 王真仁教授 这么多年的研究人 为什么一个南华大学 一个台湾 全世界的人看不好 这个很简单的事啊 为什么 那么呢 不是我们的同仁疗法厉害 也不是我们的推难厉害 不是 那研究什么没做过 就是没办法 那个呢 你没找到好的师傅 好我就是给你找到好的师傅 那个只是一种神秘的感觉 还是解决不了问题 那么西方的疗法是什么呢 西方的疗法呢 一般呢就是封贝 物理治疗 那么封贝呢就是cortison 打进去了 有效啊 但是可以持久吗 不可以 人的后来又浮发了 可以永远打下去吗 不可以 这个cortison 对骨头的伤害太大了 那么为什么治不好 那么他们呢 就脱离了这个神经系统 那么肩膀的神经在哪里来的 肩膀为什么会动 是松化吗 不是松化 不是松化 为什么我要注射 为什么我要吃药 那个是生物电出问题了 是神经出问题了 肩膀手的活动是属于 运动神经和感觉神经控制的 那么这个运动神经感觉神经 是由大脑控制的 肩膀 它呢就是那个叫 Blockure Plexus 那个三个神经控制的 还有一个强松神经 那么你整一个精究师 中医 西医 会不会想到这个神经 会引起针究神 往球走 这些呢 他们都不会想到 他只是 这里骨头压住了 他们不会去尸口 而且没有这个概念 不准有这个概念 因为你有了神经 血统这个概念 它这个药就卖不出去了 所以每一个都是专家 每一个都是门医 那是解决问题吗 没有 所以这个病症就出了问题了 好 我们就认认学 有很多时候你认学 看到很多东西 但是看到的东西 它没有完整的 你评学 我就给你书学 你试这个铁子丸 Ion pill 中医说你试试这个当归 但是为什么引起评学 它哪个就一个大问题来了 所以我们不是生化 其实人体两个功能 生化和生物点 生化人体的中医呢 它就是有一个叫气、血、平衡的 气大概相当于生物点的一部分 血就是很明显的血液 其实这个血液它包括很多化学的成分 很多化学的成分都是通过血液去流动的 那血液的流动 它有没有跟这个生物点有关联呢 有啊 血管的匡张 血管的活动就是生物点控制的 它是由人脑控制的 但是我们说的东西越来越多的了 就是说我们要知道辨证 你这个辨识从哪里来的 我们才可以论治 讨论这个治疗的方案 那么这个讨论治疗的方案呢 其实说来说去还是两样 好 你是这个生化的 你就找生化的人 治就好了 但是每一样东西人家第一个 你不论你得了什么毛病 第一个病人提出的 医生提出的 我应该吃什么药 我们吃药不是万能的啊 你要是生物点出了问题 你吃这个药有什么用 没用的啊 但是你是生化出问题了 你处理这个生物点也没用 所以那两个是不可分国的 但是中西医都将这两个分国的了 好 一个人得了癌症 他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 中西医 第一个想到我应该用什么药 中西医就要看一看有没有指纯秘方的了 指纯秘方的不得了啊 在大陆现在都一到十万的啊 在全世界的人都说 我应该吃什么药 但是没有人说 我得了大肠癌 那么有没有人想到 因为你的大肠神经不通了 没有人会想到这一个的 所以呢 它病症上已经出了一个大问题 那么为什么我有大肠癌 为什么我有大肠癌 胃癌 他们没有办法的了 所以这个呢 就是说 我们的病症出了问题了 你病症出了问题 你这个治疗也出问题了 我应该吃什么 不论你得了什么病 都是应该吃什么的 那么有人说 你说这个生物店 教科叔叔不准讲生物店 在西方 美国不准 意大利都不准 起码这两个国家 我知道他们不准讲人 不准研究这个生物店 最后Michael Levin Dr. Michael Levin 突破了这一个研究生物店 西方也开始研究生物店 那么你研究生物店 什么叫生物店 就是又是一个大问题来了 生物店是电流 人体的生物店是怎么存环的 我记得南华大学呢 他们都有一个生物店系统的 但是他们这个是不是真的生物店 还是电疗法 电疗法跟生物店是不一样的 电疗法是通过电去刺激你的细胞 刺激你的肌肉还是神经 但是它没有补充这个细胞的能量啊 所以呢 那又是一个问题来了 所以呢 我们呢 有了这个病症才可以自病 同人疗法 只是一种的疗法 我们除了同人疗法 还有其他的很多疗法的 这两天呢 我又发明了一个疗法了 昨天呢 那个Chris 也是林医生的啦 Chris也是医生的 Dr. Lin 那么呢 我昨天呢 就是给你做了这一个疗法的 嗯 嗯 还有绿色的 还有那个红色的 什么的 这是昨天才做的 嗯 那我们也一路在改进 但是我们的改进 那就是用科学的方法 啊 我也不知道啊 Dr. Lin 你昨天有什么感觉的 因为你是唯一的一个实验啊 这一个的 啊 还有Henry啊 做了 可以分享一下呢 呃 呃 老师帮我做的时候呢 呃 呃 第一次做的时候 就是 我是觉得是整个的 右半边 特别是就是说 右脑 到整个的 右腰 右身体的部分 全部都在动 很奇怪 它并不是左脑右身体 而是整个的 右脑右身体 所以这点我也觉得很奇怪 然后第二次老师做的时候呢 老师说OK 那既然是我右边的身体 在动的话 那老师就特别第二次 就敲左脑 因为通常 左脑是影响到 右边的身体 可是很奇怪的就是 呃 不对不对 呃 不对 OK 老师第二次敲的时候呢 变成是老师敲一边的脑 可是另外一边的脑 就在动了 而必是另外一边的身体 是另外一边的脑在动 我也觉得很奇怪 嗯 可是呢老师到最后 治疗到最后 我原本腰痛的地方 就不痛了 嗯 好啊 我想刚刚今天早上 又回来实验做一个 那么呢 但是呢 我们不迷信 不迷信用什么方法 这个方法呢 就是论治 论治呢 但是我们最重要 第一步就是辨证 到底你这个毛病 是什么毛病 那么到底 我们这个西医 为什么 看不到我是得了什么病 然后呢 才可以论治 所以呢 我们第一部分 最重要呢 是辨证 我们的辨证呢 有很多不需要我们去辨证 医生已经告诉你 是什么一回事了 那个呢 我们就不需要再去辨证 但是我们呢 论治的时候呢 我们是离不开这个辨证法的 嗯 所以呢 但是我们上课的时候呢 不用 中医的辨证法 啊 还有一个辨证法呢 就是 其他的辨证法呢 都有很多的 每一个血统 就是那些做人媒的 那个psychic healing 它也有psychic healing的 那个辨证法 那不是我们之内的学习 我们呢 都是根据目前西方医学的 解剖学 病理学来辨证的 那么你说肝炎上干很多人都不懂 嗯 就是 很多东西呢 我们 脱离了这个中医的 那些传统病症法 我们不讲这一套 这个大家一开始的 应该有一个理念 我们呢 都是生理学 病理学 解剖学 行政学说 那么有很多西方解决的问题 我们就 不做了 西方解决不了的 好 我们就说 为什么西方没有办法解决这些 这些 结病 那么呢 那就要我们的病症法 所以呢 我们 这个 我们这个痰治疗法 它最大的特点 就是这个 病症法 不是治疗法 治疗法 治疗法是属于其次的 比如 我说 你这个有什么问题 我不是金球师 我也不是同行师 我是做推拿的 好 可以做推拿 还有一个 我是做纸压的 还有那个Ricky 叫人气 我是做人气的 不论你做什么 你用你自己的方式就好了 那么你知道 是哪里出了问题 就按照自己所学的 去解决这个问题 还有人很多 比如说 你这个营养的问题 就是营养师 好 营养师 营养师 基本上营养师有帮助 但是很多问题解决不了 不论是什么 我们呢 就是说 以病症为主 那么呢 目前西方自己承认 百分之七十的病 他们没办法 那么中医呢 就在哪里制大 啊 我们的中医怎么伟大 那么你这个三高 很多东西的中医 没办法 就是一个病症 已经中论不休的了 你叫一大堆老中医 给一个相同的一个人看卖 这个凡是经秋学校的人 最喜欢的是什么啊 就是辩论 辩论什么啊 这个卖 这个是我的卖 我的准确 你的卖不准确 所以呢 大家中来中去 都知道不知道 所以 不是中论水准不准 你将它自好就好了 所以呢 中西医的不足 我们叫做取长不短 那么你说西医有西医的长处 中医有中医的长处 将来呢 我们会讨论中医的长处是什么 中医的短处是什么 那么西医的短处又是什么 因为西医它不承认自己有短处的 那你怎么去取人家的长不自己的短 那个是一个大的问题 好 可以提及等的问题了 我们来讨论的 不是老师我 吹了25分钟了 任何人可以提出一个问题来讨论 那老师我可不可以先请教一下 就是说 就您刚所提到的 所以说以弹射疗法的话 辩证 辩证来讲 最主要的是要找到它的源头 对吗 嗯 但是走到这个源头 我们的根据是什么 中医是走到它的源头 但是它中医根据的是什么 中医根据的是阴阳理论 最后呢 阴阳理论呢 最后发展到六间辩证 所以呢它还是离不开这个阴阳 和这个坚落理论 嗯 那么西方它的理论 它也要辩证 那么西方的辩证方法又是什么 好 它们离不开这个 这个生理学 它们的辩理学生化 但是它就缺乏了一个生物电血统 缺乏了一个神针血统 好 我要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我叫每一个学生每一个病人 问问它的那个心脏专科 我的心脏神针在哪里 它就完蛋了 你是心脏专科 为什么你不知道我的心脏神针 你也从来没看过西方的辩证 所以你心的神针有问题了 没有 还有一个最简单的 现在明明是 我上个星期的出生的问题 啊 Chris 你还记得 那个叫 有一个叫Paul的前列腺癌 前列腺癌 我就要问他一个问题 我说你看看你这个专科医生 问问他懂不懂 前列腺的神针在哪里 他的医生说我懂啊 我说我也知道你懂 但是整一个医疗界 整一个世界 没有人用上这个前列腺的神针来断症 或者来治疗 你明明知道这个神针 神针血统 前列腺的神针引起 前列腺癌 为什么你不治疗这个神针 而且用生化剂杀死这个细胞 那个就反科学的了 嗯 而且他的医生还整整有指 我知道那个 我说我知道你知道 但是强细的地方在哪里 你不知道 是吧 我住在台湾呢 在哪里东半球啊 但是怎么东半球哪里呢 他没告诉你 知道没用的啊 这个知道 所以呢 我们这个才叫科学 那么呢我们弹事疗法 直接就告诉你 你这个神 你这个前列腺的神针 你这个前列腺的神针 跟哪里有关灵 我们可重复的告诉 每一个人给他检查 嗯 那么我们就解决了很多前列腺癌的问题 嗯 好 还有没有问题 有问题提出来 我们要到下一步 因为很多呢 嗯 很多人都是专业人士的 开始的时候呢 听不惯我的言论 听不惯不习惯 我不是针对任何人 我也不是针对任何西医 或针对疗法 我们就 让这个科学的疗法 推广出去 嗯 老师那个 那个KK 他有 他已经举手了 嗯 好的 老师好啊 我要请教一下 就是我刚刚听您讲说这个辩证 是 呃 取西医跟中医的这个长处 那 那我们现在就说 一般我们在帮人家 按这个病 我们就是听他给西医检查 或者是做过 呃 这个 无论是中医或西医的 给他确诊的这个 这个 呃 病 病因 来帮他做治疗 还是用什么样的方法 好 那么呢 西方的证断 是很优秀的 西方的证断 他有 MRI 有Case scan X-ray Ultasound 还有验血 各种 检查方式 很科学的 很优秀的 那么这个三高 我们一开始就说到这个三高 这个三高是西医的 它是科学的 但是西方治疗呢 根本谈不上是科学的 是矛盾的 或者是错误的 或者是反人类的 因为他们是以利益为主 所以呢 这个C1的强处就是说 它证断很多东西 非常优秀 我们不可以否认它 那么就是说 一个人 里面 一个大肠 膀胱 五臟六腑 出现问题 我用仪器看到 我可以验血 验液体 也可以检查到 对啊 一个很简单的 日本的首相 安倍 安倍尊三 安倍尊三 安倍尊三是死医 这个 枪劫的 但是为什么 他不做首相了 这么好的位置 整一个 一个日本 他做老二啊 除了天王就是他的了 你知道他得的是什么病吗 Peggy 嗯 安倍尊三 他得的是 Clone disease啊 这个大肠人啊 大肠人 啊 西方证断 他有大肠人 那么大肠人 有办法吗 目前西方没办法 他又看了 汉医 日本不叫中医 叫汉医 西医 什么医都没办法 就是一个大肠人 嗯 还有那个 廖佩如 他哪个当时呢 哪个廖炸症 来看我 也是这个大肠人啊 他现在已经做中医了 一个大肠人 这么简单的 我们来说非常简单 那么整一个日本 就没办法了 不要说日本啊 中国现在 台湾现在 全世界的中医 有几个看到这个大肠人的 就是说西方有这么精密的 震断方法 但是处理的时候呢 它就没办法 所以呢 我们就说 西医的强处 就是震断 科学的 病理学的 生理学的 一大堆的 非常清楚 但是治疗方面呢 他们过分 依赖这个药物 忘记了这个神经系统 那个呢 就是它的短处 你知道现在 在治这个大肠人是用什么方法吗 啊 Chris可以告诉你一个故事 就是那个Paul的太太 嗯 你告诉他这个故事 他有 他有 我记得他好像是 常 不是 某种 immunic disease 结果了 结果他开的 好像是 Romatoid arthritis 不是不是 他得了大肠人的 Romatoid arthritis 那个又是一个 又是用这个方法 就是说 所以 嗯 大肠人 那个呢 他太太是大肠人 那个 他自己是前列腺癌 太太 大肠人 叫 Chrome disease 他吃了好几年的药啊 有效吗 没效 我说啊 他用的是什么药啊 你还记得吗 化疗的药 化疗的药啊 现在整个美国啊 治这个大肠人啊 不是癌 嗯 还有这个 啊 内风势 还有一个 MS 很多毛病啊 都是用化疗了 用化疗可以解决吗 医生也没告诉他 那我就当你 他自己回去查字典 查上网 一看 就是化疗 那么呢 化疗 自治这个 免疫血统 自体免疫血统 失败了 而且被人一路吃下去 而且还有那个 啊 我们上个星期来一个 内风势 内风势 也要用化疗 那么就是说 不论你得了什么毛病 将来 纯都用化疗的 化疗除了商业利益 有没有治疗的利益 没有 嗯 那么呢 我们今天呢 要来说一说 为什么 纯世界的人 没有办法 治好这个 自体免疫功能 大常人 就是自体免疫功能 失调了 那么这个 内风势 也是自体免疫功能 失调了 还有MS 多发生神经营 也是这个 自体免疫功能 另外还有一个 就是那个Lubus 这个红斑狼疮 也用这个 也用上这个化疗了 现在不论你得了什么 都是用化疗 那个呢 就是反科学的了 那么呢 每一个人 得了一种病 他得了癌症 他就说 因为你的免疫 血统出问题了 你要增强你的免疫血统 才可以治好这个癌症的 就是说 我们不论得了什么毛病 第一个 就是说 你这个 免疫血统出问题 那么问题来了 什么叫免疫血统 我们今天特别要来讨论这个免疫血统 什么叫免疫血统 到底有几个医疗 医务人员知道什么叫免疫血统 其实免疫血统才是痰症疗法的最重要的一个完结 最重要的一个理论的了 好 你们拿了什么博士免疫 什么医大队的门堂 到底有没有人知道什么叫免疫血统 这个呢就是才是最重要的 其实说免疫血统 它就是由一个T细胞和B细胞 两个细胞的功能组成的 T细胞我们也要叫杀手细胞 B细胞就叫B细胞的了 那么T细胞就是专门来杀害 就是杀害那些清净身体的病毒 西藏没用的东西 就是T细胞叫杀手细胞 大概相当于一个国家的军队 或者叫武装 武装血统 这个呢叫T细胞 那么这个T细胞 我们叫杀手细胞 或者叫白细胞 它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它又是从骨髓生产的 那么很多人啊 这个白细胞 这个杀手细胞出问题了 嗯?骨髓在哪里? 我们呢只是将骨髓输送进去人体那里 抽你的骨髓 移植那个骨髓 那么我们看电影也看了多了 很多人一得了白细胞 白细胞 咦?它走到救生 那有一个骨髓 那有一个人的骨髓给它满河的了 那个人就得救了 不对啊 就是你找到相配的骨髓 生存率是很低的啊 现在我们只是看电影看了太多 那么这个骨髓在哪里生产的? 那就是一个大问题了 那么呢 骨髓最大的 现在也没有人这么恐慌的了 以前最恐慌的是什么啊 二十年前了 三十年前了 四十年前了 人类最恐慌的就是 这个艾滋病 一谈到艾滋病呢 每一个人呢 谈骨色病的了 这个艾滋病不得了 HIV 那么这个艾滋病 到底什么是艾滋病? 就是说 身体不生产这个 杀手细胞了 没有杀手细胞 这个艾滋病人 就垮掉了 但是我们呢 这个东方文化 这个会呢 这个会长 他自己就是艾滋病 治好了 我们治好了 不少艾滋病 现在还有一个艾滋病人 在法国 他爸爸是姓李的 他妈妈是法国人 他比我还大一岁 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 他爸爸在哪里呢?留学的 他也是得到艾滋病 二十年过去 还是没事 那么呢 艾滋病一通过孙眼 现在人家也不理了 因为有很多药 可以治艾滋病 所以哪些人呢 就过度依赖这个药物 去处理这个艾滋病 所以呢 我们不是没有治好艾滋病 我还有一个 艾滋病 就是哈佛医学院的教授 医学院的教授 她当时第一刻 又跟一个艾滋病人 坐在一起 我叫她治好了 那一个了 所以艾滋病一看 这个人能艾滋病的治好 就给我做了这个调查报告了 我们不是没有 但是现在那些艾滋病人 会相信我们呢? 不会 因为他们呢 用药的港告非常成功 所以呢 这个就是生产白血球 还有一个白血病的人也多了 我们呢 白血病或者 骨髓癌 这个成功率是非常非常之高的 因为我们知道 这个骨髓它在哪里 那么呢 有了你生产了这个骨髓 就解决了很多 跟血液有关联的结病了 包括骨髓有关联的结病了 这个呢 就包括艾滋病 血癌 骨髓癌 瓶血 一大堆的毛病 我们都治好了 凡是跟血液生产血球的 我们的治疗非常成功的 因为我们知道 它这个骨髓的问题出在哪里 那么 另外一个呢 这个T细胞 T细胞 生长正常啊 但是T细胞还有一个功能的问题 这个功能的问题呢 就是说T细胞 为什么会伤害你正常的细胞 那个就是功能的问题了 就是说一个检查也是一样 它接受的命令是什么 它是怎么培训出来的 就是一个培训的过程 就是说T细胞 它有一个功能性的问题 这功能性的问题呢 我们可以说是像电脑 你学电脑的 电脑的software 它也需要一个信号 是吗 那么电脑的software 它从哪里来呢 这个是最根本的最大的问题 好 当你的T细胞不正常的时候 去伤害了那个关节 我们叫关节炎 它不同的状况去攻减你这个关节炎 就产生了不同的形状的关节炎 好 大肠炎为什么治不好 因为是T细胞的功能问题 它攻击了这个大肠 凡是一切的炎症 Kris 你还有Ginger virus 叫亚洲炎 亚洲炎也是这个免疫 自体免疫功能的了 那么自体免疫功能的东西太多了 自体免疫功能的 到目前为止 自体免疫功能的疾病 中西医都困难了 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 这个怎么去解决 这个T细胞的功能问题 那么这个T细胞的功能呢 它来自松陷 西方的研究 根本不重视这个松陷 一个人得了很多问题 首先在松陷里做这个放疗 来破坏改变这个松陷 就可以治那个病 这个是反科学的 而且从来还没见过有疗效的 还有一个红斑黄疮 又是血液的问题 又是自体免疫功能的 目前西方没办法 那么中医不要在哪里吹牛了 好你们用食物疗法的 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中国有一个名人 功夫 功夫人性 就是那个李仁杰 李仁杰就是得了一个桥本本 桥本本呢 认为呢就是Hasmodel 中文呢就叫杂状圣炎 慢性杂状圣炎 那么李仁杰 这个杂状圣炎 整个中国有人会看嘛 他还是梢林寺出来的 不会看的时候 你没看到那些 那些躺在深山的老中医 老和尚老道士 就是那些老中医老道士 老和尚来了 还是治不好这个桥本本的 所以呢我们呢 就要脱离这个神秘主义 那么呢我们就说 因为这个自体免疫功能 它最大的问题呢就是 凶肾出问题了 那么这个凶肾呢 就是控制这个 T细胞的功能问题 就是说你生产了一个电脑 你还要有这个软件 其实这个 第一个 我们说这个骨髓 骨髓就是生产了这个 细胞 血球 不是 电脑 硬体是吧 硬体 对 我们学过电脑 但是你有了这个硬体 没有这个软体也不成 所以第二个呢就是这个 松性 酸性 这个松性 就是这个功能性的问题 好 你有了这个T细胞 有了这个 松性 还有一个 就是你 SARS的病毒 去了哪里 去了哪里 去了淋巴 有淋巴哪里牵出来的 你知道呢 还有一个淋巴 我们淋巴可以吃很多药 但是你吃了很多药可以 清你的淋巴 西方医学 中医 有办法 但是你有没有办法 腾子 他拿个 腾子拿个 T细胞的功能性的问题 他们没有 还有一个 怎么恢复这个生产T细胞的问题 也是一个大问题 然后还有一个 就是一个 第四个 就是除了淋巴 第四个 就是汗性 我们感冒 我们要它出汗 出汗的功能是什么呢 出汗的功能就是活跃 使到那个T细胞更加活跃 T细胞更加活跃了 它才有更大的功能 那么这个 松性 是由 松性 和毛囊 它都是在一起的 然后第五个呢 就是 B细胞 B细胞 就是好像侦察一样 就是像雷达一样 走到那个病毒 这个病毒清净你的身体了 这个B细胞就将它包围起来 黏黏在一起 然后T细胞将它杀死 所以 整一个免疫血统呢 它是我们的理论呢 是由五个器官组成的 第一个 骨髓 第二个 松性 第三个 淋巴 第四个 汗性 第五个 就是 皮脏 但是西方呢 这个皮是人体最大的 一个淋巴器官的 但是你这个皮 西方医学很容易就将这个皮切除掉 很多人 所以我的皮脏都切除了 那么切除了这个皮 Spring 那么呢 我们的身体就不生产这个B细胞了 不对 切除了皮 就由骨髓来生产这个B细胞 但是骨髓生产的B细胞跟皮脏生产的完全不一样 功能也有很大分别的 所以呢 这个呢 这个呢 才叫这个 这个免疫血统 那么我们这个免疫血统 有西转性的进来身体 那我们呢 就有极性的人症 极性的人症 西方的这个 Antibionic 抗伤素 效果非常非常之好 但是 你有这个慢性的人症 西方 触手无策 触手无策 没办法 中医也没办法 那么为什么他没办法 为什么 你的 杀手细胞 会伤害 你自己本身的器官 因为它的功能性出问题了 这个功能性出问题 最重要呢 就是这个松腺出问题了 松腺这个原体出问题了 所以呢 它受到的信号 受到很大的干扰 没办法 所以呢 我们的理论就是说 这五个其实很简单 它这五个的神针 但是这个神针系统没有办法证实 只是我们自己的 因为没有人来给我们做研究 来证实我们的理论 但是我们实际上呢 就是用了这个理论之后呢 就是我们很简单 就是松一二三四七 嗯哼 你可以拿这五个号码 呀 T一二三四七 一二三四七 今天呢 他们在台湾 在美国 在大陆 可以用这个nummer 去买彩票 你买彩票呢 你就永远记得的 哈哈哈哈 好 还有什么问题要问呢 我们还有几分钟 老师 那个Sony 它有写一个问题 问那个多发性骨髓流 多发性骨髓流 多发性骨髓流 Multiple Maroma 嗯哼 它是不是T1T6 的问题吗 它这个 多发性 Multiple Maroma呢 它其实是属于一个 学业造写功能的问题 啊我们 目前还有三个 Multiple Maroma 啊 Kris 你可以报道一下 目前的三个 老师叔 我记不得耶 三个存的都是remission了 对我知道 这个就够了 三个存的好了 叫remission 是不是 呀 嗯 然后呢 我的 那个我们写了一部 叫懒汉疗法 懒汉疗法 懒汉疗法呢 有接受这个 Multiple Maroma Multiple Maroma 我们的重工率是 非常非常之高的 我不是说hundred percent 他说我说hundred percent 不是 我们不可以说 但是呢 都是那些人啊 已经remission 嗯 remission remission 英文怎么 中文怎么解释 Kris 应该是说 在休息状态 嗯 就是说已经 第一步成功了 所以老师 那您讲的这个 多发性的骨髓流 它是血液的问题 嗯 不是 是骨髓T1到T6的问题 是血液的问题 嗯 血液是 嗯 不是 是骨髓的问题 我们这个T1是骨髓 T2就是松腺 T3是零八 T4是汗腺 T7就是这个 呃 脾脏 嗯 它在 还有相认的 在前面的 这个叫Kidney 27 26 两个都是相认的 松腺 嗯 OK 这个可以治好 那它 它如果要治疗的话 就是 以老师这个方式治疗的话 就是 敲打同仁的话 是不是 现在呢 就不讲这个 不讲这个 治疗的方法 我们讨论呢 就是 变症 OK 嗯 这个呢 因为这个治疗方法 它你在当地 它在美国嘛 是吗 加州 没有 在台湾 嗯 台湾呢 你就走一个 推拿师 嗯 给它 一二三四七推一推它 马上有改善的 但是呢 那些推拿师 按摩师 它会不会给你做 那是另外一个 因为 它 它 那天就是 把照片给我看 它的 手这边好大一块 就是肿瘤 然后另外它 它 有经过化疗 还是什么样 就这边 就有 有 看得真的很难过 我们刚刚今天还有一个 比它还难过的 就那 Chris 从 Penselvania 我大姨的照片这么大 嗯 古牌 现在完成消失了 嗯 这个 我们都都 录像都录过去的 Chris 是吗 我们都有它的党案 它今天还在这里 嗯 就是我都没访问 但是我们哈利文那个 South Park 来的那一天 就访问了它 嗯 我照片 它在左边的肩膀那里 嗯 后边这么大 我们有它第一天来跟 嗯 第七天的照片 嗯 的差别 就是从看起来很惨 到 第七天它要离开的时候 已经完全消失了 嗯 哇 嗯 那个Multiple Marama 我们做了不少的 嗯 都是成功的 嗯 好吗 那么呢 你们要看看 因为我也写了一部书叫案诊 中文呢 是唯一的一部还没写完 那个亚车二十年前的事 那里有很多都是介绍 我们这个疗法的 嗯 所以呢我们第一个讨论呢 今天讨论的主题 病症 与自病 然后呢 大家回去想一想 这个 有关这个 啊 自体免疫功能 好 我们呢 还有两分钟 也可以给大家来尝试 这个 看看 有什么感觉的 这个昨天才做的 啊 好的啦 啊 大家放松 看看有什么感觉 什么感觉 好的 我们的感觉 好吗 你可以 好的 好吗 mois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